我們就是要表達我們的立場 比如說台灣不是中國台北 我們沒有言論審查 我們可以自由表達我們的意見 我們想要跟他們民主交流 我們想跟他們分享台灣人尊重的民主價值 比如說人權 自由 民主 特別是我們知道 中國一直以來都沒有給討論機會 我們希望分享很多台大同學 其實很關心中國社會的發展 包括中國停止對台灣進行軍事行動 釋放香港民運人士 在香港落實真普選 停止對突破新疆種族欣喜行為 平反8964天安門事件 支持中國全面民主化等等 我們想藉著這個機會 跟中國同學分享 也希望透過交流 讓他們沒有辦法在中國得到的資訊 讓他們可以來台灣接收到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把這些經驗 可以帶回去中國 跟他們的朋友 跟他們的黨 跟習近平去反映 最後我們看到這種所謂的交流 其實是應該建立在尊重 平等 開放的原則上 我們想要跟中國同學說 我們對民主的看法 可是媒體還歌舞昇平 然後找很多同學來迎接他們 但我們就是要表達我們的立場 比如說台灣不是中國台北 我們沒有言論審查 我們可以自由表達我們的意見 而這些資訊 真正是中國所缺乏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來 跟他們分享的目的 但是他們在電視 我們來奇到 如果他在電視 他們在電視 有很多成績 他們要接著 他們對新的 然後我們再電視 裡面 我們